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要告诉你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我昨天其实真的很倒霉 我们今天回到昨天 我在重庆要搭上海航空的航班的时候 Dirty clothes and clumsy feet 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老爸 现在我在重庆的江北国际机场 去年我在这边拍部片子 今天我原本是要坐上海航空的播音7879到上海 可是在两天前他把班机换成7专 我原本是非常开心的想要来拍上海航空7879商务唱 换了就换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做一个专题 所以我今天又不知道要拍什么了 今天就来拍我的更营养飞片系列好了 好久没有拍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最主要就是 我不知道拍什么的时候 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些我最近的想法 跟我发生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为什么签经纪约了 我把经纪约签给QuestQuest 第二件事情就是 一起看看上海航空的博音737800 我觉得现在我的外套有点厚 等一下我进去要先找地方把外套 还有我的发乐仪一起脱掉 好谢谢 大家来讲一下台湾网红经纪公司的状况跟做什么 其实大约啊 就我了解 应该有四到五间稍微比较大的 这网红经纪公司呢 就是主要就帮你处理一些 比如说一些业配啊 帮你找一些业配的案子 那说更远一点呢 它可能会帮你规划你整个频道的未来的方向 所以它帮你找的case呢 你都要付一些适当的费用一些比例给它 我这几天啊都没有喝到一杯好咖啡 我想喝一杯星巴克 这几天都没有喝到稳定好喝的咖啡 星巴克至少还很稳定 到处喝起来都一样 也许你会有疑问啊 因为我原本就是老板 可能这段时间都是我自己在接case 接业配 然后自己在决定频道未来的方向 而且其实发展的还不错 我为什么还要再找一间经纪公司 来把我的利润给share掉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我之前也是会这样想 这个咖啡有点大杯 我要喝晚餐进去 我刚过安检 大陆机场啊 其实安检还是真的非常的好 他刚才因为我的包包啊 很多 差点掉了 我的包包啊 因为叠了很多摄影器材 所以他后来 又帮我把所有包包里面的东西 全部摊开再找一次 他非常有礼貌 所以我就觉得服务很不错 而且也很细心 我看到这个标志啊 觉得很好玩 写着两堂贵宾寺 就是first class 加上business class 蛮有趣的 其实以我的频道啊 其实我的业配量啊 真的好像镜头歪歪的 我调整一点 业配量其实是蛮足够的啦 平均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支 目前来讲 我并不希望说业配真的多得太多 我一直认为是说 频道流量远比业配来的重要 我想要透过经纪公司来 帮我处理业配这件事情 这样没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经纪公司啊 大部分会把你的价格 就是定在一个标准 比较不会有厂商跟你溢价 而且溢价也比较不会 不好意思去拒绝 毕竟创作者直接对厂商 对酒也怪怪的 就好像艺术家通常 不能自己卖画 不然很容易把画卖得很不好 所以我必须透过另外一个人 去帮我谈论这些事情 这样来讲啊 其实我跟厂商中间又多一个缓冲 除了价格之外呢 他还可以帮我筛选掉一些 我不会拍的题材 而且我的窗口就只要对他 就是业配这件事情 就变得简单多了 喝了两瓶啤酒 今天的登机时间是晚上的7点40 现在7点半 今天登机口是F10 走过去要10分钟 我要赶快先过去 我刚才讲到时间就是 其实我跟新鲜菜一领啊 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紧 其实啊我们非常热衷于工作 就是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 不管经营店面拍片剪片之类的 但是他真的花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了 所以导致我们的生活品质真的有点下降 并不是一定要追求什么太好太好的生活品质之类 可是就是我想要就是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 比如说真的跟他或跟小孩啊 好好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聊天 可是事实上我们最近真的都没有 我不想要说我们的家庭是什么多好啊多棒的家庭 你在看我们的旅游影片啊 也许我们显得都很快乐什么的 事实上啊我们每次旅游的时候 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轻 都想着要拍什么要做什么 拍完这个主题呢回到饭店 我们就是把记忆卡放进去 开始做剪辑什么的 事实上啊我们真的跟小孩子啊好好坐下来聊天 或是跟我老婆好好坐下来聊天的时间 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多 所以啊我觉得我必须把一些工作慢慢开始交给别人做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一些商案的部分啊 就没有办法真的在像以前一样懒在自己身上 像对我们拍出来的影片啊 并没有办法真的呈现真的那种最自然的一面 这也不是我当初想要的 所以我刚才喝了两瓶酒 喝了两瓶酒之后啊 比较能够讲自己想讲的话啊 就是还没喝酒之前 有时候讲话都吞吞吐吐了 现在真的比较能够唱所欲言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你有感觉可以在记忆卡这边走 那我能提供我啊 你好啊 你喜欢吃东西就像什么 你好 你喜欢喝东西还是水 水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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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上海的时间很短 就是一个小时又50分钟 这般上海航空没有提供餐店的欧洲水果跟饮料 不过刚才啊 風吉他其实真的服务非常的好 他还蹲在我的旁边 我就是这里 你跟我讲话 所以我有点吓到 所以我有点吓到 你去一次摇上吧 蛤 你先要一次摇上吧 好 谢谢 那帮我铺了餐厅 上海航空餐厅是白色的 这个短程的飞行啊 就是附水果跟饮料 甜点部分就不要想太多 我来到大陆啊 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超商的提拉米苏 水果部分啊 有哈密瓜 西瓜 火龙果 跟柳橙 现在很少人啊 是服一杯啤酒 通常都会连罐子一起来 最近做两次大陆航空 我觉得 好像有点不一样的是 我知道大陆人啊 都觉得 台湾女生讲话很爹 我最近有种感觉 我觉得 大陆人讲话 就是 很温柔 很爹 就是服务啊 各方面来讲 真的那个应对进退 真的也很棒 你认同吗 认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觉得我要再喝一杯 然后就要稍微补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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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麥克風就怪怪的 有沒有 沒有了 所以我在確認我講到哪裡 在補上我後面想要告訴你了 不過啦 我從來不寫稿的 所以我也不確定跟昨天講的會不一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除門秀 就是進凱瑞演的那部電影 真的覺得要去看那部電影 不論我們是演的或是真實的啦 就是我們是活在鏡頭下 領的這個人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這件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跟Placeplay的合作啊 其實是在你們也知道的狀況下 無論我未來的發展是怎樣 其實這些東西都會被記錄 我本身是樂觀其成啦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後來拍影片 才認識的朋友就是皮特爸在這裡 因為他有跟Placeplay合作 合作的狀況各方面來講其實都非常的影響 再來我看過台客區長 跟阿滴英文訪問過的這一段 創作者一定要懂得創造時間 你有這個時間之後 你可以去不管是更充實自己 讓自己進步 或者是讓你開發一些其他的內容線 或者是你開發其他的商業模式 其實那時候給我這個觀念的是 我現在經紀公司 Placeplay的老闆 Rob 他就說你現在的時間都在剪輯 我只要跟你討論什麼事情都沒有時間 Placeplay老闆 Rob啊 其實他非常年輕 就小我大概10歲 我本身也是老闆 我覺得是時候讓自己更專心的在創作上面 把其他別人能幫你做的事情交給別人 然後去創造更大的收穫跟收益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正向循環 其實我跟一般創作者不一樣 我已經有年紀了 我並不是那種20幾或30幾 那種天才型的創作者 我就是一個很努力的創作者 我不太喜歡一些創作者在抱怨什麼演算法的問題啊 還是什麼的問題 我覺得基本上那就好像 你在抱怨你的老闆 沒錯我就是幫Google在打工 在抱怨你的老闆 為什麼不給你多一點的薪水 與其發言算法是不是應該我們去跟著演算法走 接下來下一步呢 我希望我們能產生一加一大有二的效果 為我的專長 Placeplay有更多原本我不知道的專長 那怎麼樣在不同領域做結合 創造出更大的效果 這樣子我也受益 螢幕前你們也受益 Placeplay公司也受益 無論如何我們近這一天 也是讓你們知道的這一天 我的所有的email 我的所有的商案 我的所有的經紀都叫你們 Placeplay 我信任他們 信任的結果不一定是好或不好 不過 你會跟我一起看的這個結果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現在在哪 有人知道嗎 猜得出來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拜拜 朋友在哪 你是不是想來 好想來